哈囉我是Amy 哈囉我是Li 我們是Amiyando Li 今天要講大家很有興趣的話題 就是日本男女是怎麼告白的呢 耶~~ 好那首先要跟大家提一下 因為其實現在大約有六成的單身日本男女 是沒有男女朋友的 所以我們所有的事業都來自一些 非常順利的 非常得意的一群人 那你覺得就是日本是男生告白還是女生告白 我覺得我們小時候的印象是日本女生都很會告白 對就是拿一封形這樣子 親身我這樣子 不然就去拿什麼第二顆紐釦 啊對對對就是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現在不知道還有沒有 我再猜一下 其實有交往 有在交往的人 是五成55%男生 所以 所以還是男生 稍微超過一點 對比較多一點 因為我們不知道搞不好女生告白失敗率比較高 然後其實女生是32% 就代表其實 三成主要是女生自己會真的主動跟你說 請跟我交往 這樣 我覺得蠻主動的 因為台灣不太可能 台灣我都 我沒聽過說我自己玩 台灣都是放長線掉大雨 還有13%是不知道 胡亂 就是搞不清楚哪邊的告白 就突然在一起 對因為我就是這樣 你就是那13% 對對對我最後在講 Mans No No這個男生雜誌問他的讀者的 然後他們問的是18歲到20歲的雜誌的讀者 他們這些人生勝率組的年輕男生 有76%的男生覺得是想要被告白 而不是想告白 然後86%真的有被告白過 哇塞他們好順利喔 是一個走在路上有風的男子們 然後而且這些讀者喔 就是這些幾百人讀者 他們平均被告白男生的次數是 3.4次 很多耶 最多 被告白最多次的人是35次 哇塞 他到底怎麼才最高20歲喔 18到20歲 他已經被告白35歲 然後想說他不太可能 八九歲被告白 所以他可能是 從14歲到18歲 然後就 4年間就被累積了3.4強 哇塞 很可怕 然後這些讀者認為 被女生告白的男生是 非常的體貼 非常的會照顧人 而且非常的開朗 就是很容易搭話 嗯嗯嗯嗯 反而不是 大家不是回答說超級帥 然後同樣一個調查裡面 女生呢也說 84%曾經告白過 好高 剛才的男生是 86% 86%被告白過 可見就是 感覺年輕女生好像真的還蠻常告白的 對 而且又有很多機會 畢業典禮跟學長要扭扣什麼 然後 還有情人節 而且一個女生平均告白 次數高達2.6次 好多喔 其中有人告白過10次 我就想他該不會是跟那個 35-44人告白 所以那35-44人就一次賺了4次 因為我遇過很多女生是 他會 氣而不捨跟同一個人告白很多次 穩交的情侶 最終其實有8成是男生告白 嗯嗯 所以就代表男生主動告白的情況會比較穩定 也比較長久 因為女生告白男生的時候 男生有時候是一種 你看像伊藤嘛 那種 啊 せっかく言ってもらったか 就來個トライ一下 這樣子 就是一個我試し的感覺 所以他可能就比較沒那麼 傷心 結果就會造成女生很不安 然後就會造成女生也容易抓狂 所以其實伊藤 會遇到 所以那個女生應該都是他害的 對 沒錯 誰叫他要試一試 對誰叫他不決定 對啊 有一個很好的解決方法 就是你可以主動的去接近男生 可是我們推薦的是 你要引用男生告白 耶 引用男生告白的人在這 對 而且引用男生告白的前提條件是 首先要讓對方喜歡自己嘛 不能對方對你什麼都沒有 對方絕對不會告白人 除非他崩了 而且你還要很讓對方知道自己喜歡對方 對 那有一些步數我覺得很好笑 第一張是 一直不停的偷瞄 哈哈哈哈 這怎麼偷瞄 第二個是有飲料的時候就說我可以喝嗎 這樣 第三個是 一直就是很明顯不停的承讚他 第四個是 用一些見解的方式表達我喜歡你 第五個是 就是很問他你有沒有女朋友 這也太晚問了 對啊 對啊 這不是應該約會之前就先問一下嗎 第六個我覺得很白癡 就是你跟他say goodbye 就是你跟他約會然後約完之後 你要回頭很多次 這些都是一些 一些沒有什麼用的招 對啊 對啊 不過我突然想到 我現在男朋友確實在約會 第一次約會的時候 有一直依依不捨 請問一下 高手 因為呢 阿米呢 阿米從頭到尾都是被人家告白的 對 他們有告白過 我有告白過啊 蛤 喔對對對 所以你看女生就是會知道 會失敗 可是想說 媽 女生有遇睡告白 對 那你怎麼樣把那些人覺得好像可以成為男生 自己不告白 然後硬有人家說 可是我覺得這些都太太間接了耶 不是你都很明顯 你就是可以一直約他 然後或者是一直跟他聯絡 嗯 但是你不要跟他講 就是你不要說出 說出 不要說出那句話 對 但是就是他會非常明顯的感覺 你好像喜歡他 嗯 然後就是約會幾次了之後 就可以不要理他 我們不是說不理他 就是說你就不要那麼的主動 然後就是看看他的反應 其實有時候我會覺得很煩的 所以我就自己就想說算了 就是如果他又不講 好 我直接跟他講說 嗯 你覺得我們現在是什麼關係 然後 他如果說好沒有什麼關係 我說 喔好 那就不要再聯絡 然後就過了一個禮拜就跑來告白 我覺得你可能要拿捏那個時間段 就是一直拉拉拉的也沒有用 對對對 而且我覺得有的時候就是你自己想要放手的時候 然後別人就會跑來 對 欸可是你這樣講的話我好像也是耶 對啊 我只是沒有得到那句話 但是其實part time是一樣 就是我也會主動的一直去約 然後主動跟他聯絡 然後他來我會馬上回 但如果那個地方就持續可能一個月 或是一個月半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對 我就會覺得 啊 然後我就會開始有一種很不想要再繼續 所以我可能就會都 我就會放掉 然後通常都會在那個實際的男生就會跑來跟你 對 怎麼樣怎麼樣的樣子 然後就算他真的放掉 那我就讓他放生 對 對 我也就不會再就是繼續追追追追 但是我覺得就是有放生的意願是一個成功的關係 對 你一定要知道你這個不成也沒關係 對 不能夠執著 因為執著只會讓自己更更不好 而且執著就會讓對方拿吵 不能讓對方覺得你對他就是自信他提 但我真的覺得就大家都會覺得好像不要太常聯絡不好 什麼太快回不好 所以我覺得根本就沒有 沒有 剛開始的時候都一定要一直就是打鐵撞向就敲敲敲敲敲 敲個不停 對 當然啊 一定要 對啊 台灣人可能講電話 但我們其實不太講電話 所以就是簡訊一直傳 簡訊一直傳 然後會很甜蜜 會有一些就是比較挑逗的內容之類的 告白呢 要怎么样才能成功 首先日本的情侣跟台湾不一样 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 最佳告白时期在认识 一到三个月之内 以及第三次约会 打铁春乐 第三次喔 台湾人是不是每天都在约会 所以台湾的约会就是 不能算 那日本人是 他可能 对你有意思喔 每天跟你两天 他一个月才跟你约一次 所以才会是一到三个月之内 那第三次约会 而且第三次约会的黄金手折 如果你们聊天超过了这个 这个段时间 或是你们约出去超过这期 其实你需要去想说 他是男当备胎 男生要不要表白的 一个判断表 这个表我觉得很准 第一个是 每天都有传line 第二个是 有眼神交流 好可怕 这个眼睛太胖 因为日本人其实不太熟 或者是不太有兴趣的时候 很少看你眼睛 几乎不会看你眼睛 只有在情侣会比较有双眼的交流 第三个是 女生会对自己讲的话 感同身受 或是有兴趣 表达自己的兴趣 然后第一次的是 女生会对自己讲的话记得 就是我曾经讲过 说我这里去过哪个地方 他说你之前不是说你去过什么之类的 对 然后第五个是 女生会自己主动提案约会 第六个是 他有表达一些他对你有好感的话 第七个是靠很近 出去的时候对啊 要靠比较近啊 第八个是 介绍朋友给自己 这我觉得有点难 因为不一定 可是 你交往有些也不会介绍 但是女生可能会提到自己的朋友 有提到就代表他比较信赖你 就是比较已经 比较发展成一些比较私人的关系 然后第九个是 女生愿意跟你出来到第三次 好 这些我觉得真的是 全部都要过了 男生才会跟你告白 对 因为日本是比较 就是一定大概会说 好きです 付き合ってください 或者是 彼女 彼氏 になってください 然后觉得女生花样 比较多 私の好きな人 目玉にいるよ